大家好,我是马尼泰开拉撒南达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印度教神 识破神的转世,是在沙凡达 今天大师有一个问答的环节 然后有非常精彩的解答 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信中问他 我怎么样能让自己在二元的世界 还活在与你同一的境界中 然后大师的答案就是非常精彩 然后他揭示所有的二元都是不存在的 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想这个概念了 要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我们怎么去完全的显化 同一性上 什么叫做完全显化呢 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能够体验自己和大师的 同一的时候 这个只是一个非常的局限的同一性 也就是说我们的真理是同一 但是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个现实 我们只能在一个时间感受和一个人的同一 然后下一个时间和第二个人感受 或者什么物件或者情形感受合一 但是对于Paramashiva来说 它是永远地在与万物合一的 同一的这个境界中存在的 所以他说我们需要做的 是你要放下这个停止不和万物同一的这个状态 所以当我们并且他讲 当我们体验与Paramashiva同一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是可以通过这个呢 和万物万事同一这样 所以呢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就是说我们的同一性很局限的 我们任何时候其实都是在同一性当中的 但是是同一性的对象太小了 太局限了 只是呢一个时间和一个人这样 但是呢Paramashiva是最终其的存在 它是和所有的一切在同时同一的 所以呢通过能够感受和Paramashiva同一 我们就可以感受和万物同一的境界 就是它存在的这个境界 然后呢在这个开始中 问题中的大师还讲了一个 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他的Dasha这么的重要 就是他还讲呢 因为在这个Dasha的过程 就是他在给我们传递Paramashiva 他的存在的这个状态和空间 然后呢对于意识的角度来讲呢 是这个是一个最终极的意识的一个境界 然后对于自己的身心来讲呢 对于自己物理的身体来讲呢 是超越性的这个亲密感 所以呢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他在不停的跟我们下载知识 就是在大师跟我们Dasha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认知 强力的认知下载到我们的内在的世界 所以呢在从各个角度上讲的 他都是最ful feeling 最最佳 最让人满足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接受Dasha 就是我们最喜欢就是Dasha 原因就是这样 所以呢我们可能自己也得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就是我为什么那么喜欢Dasha 当然大师也就是视觉大餐 对于我们肉眼来说 也是非常完美的这个体验这样 然后呢 也非常的希望更多的同修 就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Paramashive Home第二集的这个项目当中 然后有个好消息就是 我们现在当下的项目呢 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参加的机会 如果你错过呢 4月14号还有我们的Paramashive Home第二期 所以呢那个也是16天的项目 希望大家可以开始计划 然后开始注册 开始决定参加到你的从人蜕变到神的这个课程 好的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天蓝灯